叔叔,你把我看一下,这是啥 这是啥 没你几年,多大年龄啊,你都喊我叔叔 我16,上高山,高山了 那有啥说啥,确实,这岁月全老啊 你这是咋来的 这是爷爷送我那个玩偶里边 然后摸到的 哦,等于说,这是爷爷送你了 然后你补动这啥,然后你找我看看 这两块是音乐 书前一个弄,一个23年返船 先看这个返船吧 这个返船啊,嗯,特别好 带一些低广,而且材也特别漂亮 23年返船的话是相对常见一些的 返船的话有21,22,23 21最贵,22的话是23的两倍 这个背面嘛,是返船,这是乙愿 那乙愿也太少了吧 是这样啊,你可能不太理解 在民国时期啊,是印本位 这个乙愿的购买力啊,是相当高的 乙愿的购买力在党时在七百元上下 而且乙愿在党时已经属于大额货币了 嗯,党时的话是一潜问 换一个音乐 那其次呢,再看您这个吧 这个先放地下 这一个呢,是弄样 这个弄样,而且是蒋南系列的醒筹 蒋南系列啊,有九大系列 其中五几年之贵,下面就是填干地质 填干地质八个年份 然后醒筹的话还是可以的 嗯,蒋南系列啊,一直是千里股 有点时候啊,这一波音乐疊也出了就 嗯,加乘疊了一点 因为加乘是最常见 其他的蒋南系列并未叠假 你这个状态还可以的 这个是曼隆令,圈字口 然后啊,因为党式蒋南景地比较法大 四个奖呢,九个储,你这个绝大的有钱就是没有储疾 弄样啊,如果说一带储疾的话 价位瞬间就咬然了 这个的话,状态我能给你鼓到六七千块钱一个都没问题 三十多钱 嗯,实际啊,这个音乐啊,已经是无法占省了 现在就已经是无几温五了 所以说啊,物以喜为贵 现在这个音乐的价值确实不低 你刚才说是爷爷送给你了是吧 对 爷爷送给你的话,可能这个鱼翼就比较好了 首先看这个串吧 这个串的价位没有农羊高 因为它法性的年份比农羊要早得多 春时量还是挺大的 这个串的话能给你鼓到一千四五都没问题 因为带地广,捞柴也特别漂亮 这个串的意义啊,就是背面 一帆逢顺 你几年搞啥是吧 对 搞啥的话,几年应该是搞靠 搞靠的话,可能爷爷的意思啊 就让你一帆逢顺,紧忙听命 然后再看这个 弄吧 这个弄了啊,也可能说爷爷希望你乘龙乘讽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音乐音乐,歇音音乐 有很多老人啊,就会给子女留一些音乐 因为绳势手上嘛 然后啊,这个醒仇啊 你搞啥的话应该学过历史 当时醒仇间啊,签订了醒仇条约 也彻底的是中国沦为半知名半封建的国家 这个历史证明啊,罗后就要挨搭 当时咱们请朝啊,闭管说国 无论是科技啊,还是指示上面都差了很多 所以说啊,科技才是第一省占礼 这个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价值啊,也不敌 嗯,这样吧 好好学习,祝你朝日紧忙听命 这个好保存 想着音乐啊,已经流传一百多年了 在人们受种六桶啊 有一定的忍起 有一定的欺负众用 也祝你朝日紧忙听命 好保存别把他们渴了,碰了 这个价值会降低 谢谢叔叔 没事没事,好好保存